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二號 那這邊呢就是來玩這個 解他屬性的任務 那再來是阿里巴巴 然後小美燕跟陳太郎 那主要就是拿岩石加戈賀毒 那有牛杠的話也是用牛杠 牛杠的話會比較好 主要是你要剪名片的話 牛杠有吸取跟 一個即時戈賀啦即時割40% 所以還是比較好用一點 那阿里巴巴就是要等 他的戈賀毒是要花時間等 而且還要先去撞敵人 大概是這樣 就不用像我一樣要玩角色 好 那我們主要就是靠割合毒慢慢毒 割的時候還能靠岩石去把大家都暫停時間 讓他無法弄彈然後再用毒半半磨死他 大概是這樣啦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前面要稍微洗一下SS 那我們這隊的回復手段就是阿里巴巴跟盾牌 就是我們原本這個回復暴風盾牌跟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有回復阿 還沒辦法回復 還有SS我有充能 所以可以加減洗一下 充一下SS這樣 好接下來是這版 B2版的話我們最多大概就 兩回合吧其實 就是我們有煽動的時間可以 過這一版 那剩下如果你沒在煽動這時候 就會變得比較危險一點 會變得蠻危險的 就比較難清一點阿 變得比較難清一點 好我們這邊就趕快去 魔血量 多耗一點血 哇 結果小美燕的那個超掃雷太痛了 呵呵呵 小美燕那個超掃雷太痛了 尷尬了尷尬了 那超掃雷真的很強阿 主要是他可以在沒有地雷加成的關卡 硬拿四下兩倍真相還是蠻厲害的 好那我們這邊看能不能收掉吧 拜託拜託 欸 可以可以可以 nice 比較陡一點 不過ok 就是基本上 第二洞就要去耗血 那第三洞收掉 會比較安全一點齁 好 再來是這版 B3 B3版 一樣先把硬邦邦殺掉 第一一定要先殺硬邦邦喔 因為我們現在是他屬性 所以你只要 沒有把那個回復手段即時開出來 其實壓力就蠻大 因為看像沒回 我們這樣就被吐了五萬多嘛 其實蠻痛的喔 okokok 好那我們卡掉一顆球之後就可以 稍微的耗一下 因為這樣我們每回收到傷害就兩萬六而已嘛 我們可以稍微的耗一下血 稍微的小小的耗一下 不過我們還是要注意上面那個CD喔 對 還是不要玩到太浪 浪到死 因為上面那個是即時的 就適時的去耗一點血 適時的耗一點血 okok okok 不過不得不說 米西都很愛把這種比較麻煩的生物 弄到拖到最後剩不到三四天 很麻煩 其實可以上敗就講啦 上敗就講我覺得ok 呵呵呵 跟上次那個野人花園一樣 拖到很晚 後來還要回頭去接 好那我們這邊ok囉 就成功收掉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王關 那我們看王陰能不能不要開到SS 但是我們王二王三應該就挺穩的 蠻穩的 好然後這邊的話 一樣就去卡吧 去收掉下面那一組 okokok okok nice 然後我們這邊小燕一定要殺到那隻英邦邦 機器人沒關係 但英邦邦一定要殺到 好ok這邊這樣 欸機器人會順便殺掉 喔機器人靠成太郎的那個 友情收掉 欸漂亮喔 然後這邊就是一定要補到血 這邊要補到血 沒有補到血就比較危險一點啊 OKOK nice 卡到一個不錯的傷害 然後 不知道會不會把我們彈到右邊 啊都會把我們彈到右邊 呵呵 好沒關係 算是就這樣吧 喔喔喔喔喔 他都敲在盾牌上 結果莎莎比都沒殺到 太可惡了 太可惡了 嗯 這邊感覺要開一下水質 這邊感覺要開一下水質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還是得開岩石啊 真的不行的話 好像得開一下小燕 我覺得得開一下小燕 加減岩一下 不然我覺得我們這回合術有點危險 好 上啦 OKOK 那我們這邊靠岩石趕快 增加一點的輸出空間 呵呵 好 岩石 然後現在殺肉蠻多的 殺肉 其實這關蠻多道具會長在 中間的 就是 盾牌跟沙沙比的縫隙 就蠻有機會吃到 然後硬直 就很有機會啦 這款 好那我們這邊看 陳太郎的夢 繞一個圈 繞一個圈 試看看 無敵的白金之星 啊 啊 沒打好 可惡 沒打好 呵呵呵呵 喔好痛好痛好痛 OKOKOK 那這邊卡出一個大傷害 卡大概10%的傷害 呵呵呵 有卡出傷害就是賺 這邊一樣繼續慢慢磨 好 這邊穩定 穩定耗血中 穩定耗血中 不過那個雷絲好像會被串到的感覺 啊 被串了一個2萬6 這邊一樣卡 OKOK nice 好然後這邊的話 下一版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直接開白金之星 因為 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這樣安全很多 直接開白金之星 然後開戈賀毒 這樣確保我們B2 王二會比較安全 然後戈賀毒下去 開下去喔 這樣就挺穩的 好我們這邊其實 弱點對的蠻準的 但是我們沒有被自殘到 所以傷害就出不來 呵呵呵 呵呵呵 好在這邊開戈賀毒 好OKOK 好然後這邊的話 嗯 嗯 大概是這樣吧 大概是這樣吧 好 欸等一下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剛剛成長開到一節 所以我的割合 是兩回合 呵呵呵呵呵呵 哇尷尷了 不過沒關係喔 我們這邊有一個鞋子 加超少的 應該OK啦 應該OK 那因為我們割合 其實他在隱身的時候 也會被 也會被 你們看其實割合也是有在割傷害的 所以不用到太擔心 只是我們這邊要趕快收掉這個 這些 這個機器人 不然我們會很危險 加速加速 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 再一下再一下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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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 看能不能把3P 控進去 就是我們讓3P收掉 會比較安全一點 讓3P收我們 進去直接各個大的 這樣就很棒了 哇 沒有 沒有傷害 沒有跑進去 好那我們這邊五回合喔 其實我們可以多磨個一輪這樣 我們可以磨個一輪 然後讓小燕 讓把小燕控進去 然後這樣我們就安全了 不過我們血量有點安全 血量有點危險 我們這邊只有13000的血量 說實話有點少 我們這邊要趕快 我們這邊要趕快把血回滿喔 我們這邊沒有把血回到 我們就這邊要死了 好OKOKOK OKOK 我們這邊把血回了 回到8萬 回到4萬 沒有吃到另外一個傷害 啊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我還活著 我還活著 好好好回血 回血回血 欸 怎麼只有回到4萬啊 太尷尬了吧 好好我們這棟阿里巴巴一定要收掉 我們這棟阿里巴巴一定要收掉 沒收掉我們就放我們下去了 上來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一定要收掉 拜託拜託 阿里巴巴阿阿 沒關係沒關係我們這棟小燕收 我們這棟小燕你要收掉 小燕你要收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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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小燕 小燕 HOME啦 拜託拜託 HOME啦 人家這樣嗎 要怎麼收呢 這樣吧 其實我不太知道怎麼收 這樣吧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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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拜託 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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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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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那我們這邊就很安全了 我們這邊3P空進去 然後趕快看能多撞幾個就撞幾個 能多撞幾個就撞幾個 然後再慢慢用割合慢慢把這個王耗死 OKOK 我們這邊撞到了 喔 我們這邊全撞到欸 我們把能撞的都撞到了 那我們這邊就等贏囉 我們這邊就等贏了 我們這邊就等贏了 因為我們這邊撞到很多 所以基本上這關能撞的都撞到了 就我們剛剛能撞到點基本上我們都撞一輪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慢慢的用割合的法王 魔死就OK了 就OK了 就OK囉 我們只要跟他慢慢耗 慢慢耗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這邊呢就是要 不要死就好了 我們這邊就不要死就OK了 不要死就OK了 OKOK 殺掉一隻 你看這個每回合割這個 這大概也有16-17%吧 對啊 這好爽喔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走一個回血流 我們不要死喔 我們不要死就OK了 OKOK 好 你這邊看 這邊再各一個傷害 然後這邊的話 對 一樣看能不能卡個傷害 啊 啊 沒卡到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邊有無敵的白金之星 我們看等一下能不能靠白金之星直接收掉 OK 這個血量看起來白金之星挺有機會的 挺有機會的 好 那我們先白金之星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欸 OK OK 我們開一下 好了 喔齁 Min 大概是這種感覺 對 不過就是比較 阿里巴巴的歌和毒ற滿好的 所以如果要解套姓王阿里巴巴是個不錯的選擇 你可以考慮吃個佳擊或雙消,甚至是減傷 所以你的攻略體驗會不錯 那小燕跟陳奈良就是岩池翼啦 這個就是給大家另外一個玩法啦 好,以上就是這個套姓明顯的任務 祝各位攻略順利,謝謝大家,掰掰